我不觉得男生在骗他 对 我觉得男生一早的时候 可能每一个在恋爱中的男人 他都会希望能够成为女孩子 顶天立地的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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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特好奇地问一件事 怎么就敢那么大胆地 把自己交给一个人 然后什么都不干呢 那功对我 就真的是特别好 就再好 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勇气 说我理直气壮地 去花一个男人的钱 花得那么理直气壮 然后我什么事都不干 我不知道啊 我就问一下 他给我的勇气啊 不 赵传老师 他也回答不了 但我能答 因为懒实在是太容易了 人变懒散 人变得就是 伸手找别人要 一旦开始学会 就会发现 去奋斗 去拼搏太难 伸手找人要太容易 我们想跟你聊这些目的是什么呢 是未来路很长 毕竟过去那五年 算很短的路 行了 你的问题知道在哪儿吗 敏达老师虽然说了一堆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 在于你不坦诚 就是你最可恶的是 你明明知道 这个姑娘错得一塌糊涂 然后你继续纵容她 你说你应该做家务 你提过吗 这就是小鹏老师说的 你骗废了她 女生 接受现实 勇敢转身 五年不算什么 重新活一回好了 这五年如果你能 从这段情感当中 得到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教训 我觉得又特好 没有一段爱 是无缘无故地付出 每一个付出爱的人 都希望得到爱的回报 或多或者或少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两 希望以后在你选择的工作中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我们来看看这一队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女生应该是出来吧 你看 女生就没走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